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某一个地方 然后现在日本状况严重 然后他们的人就说 哎呀 有点后悔 那个时候把口罩 捐给中国某某地方 你们用剩了 可不可以还给我们啊 结果你猜怎么样 中国人还了十倍 投之以木瓜 抱之以琼瑶 中国人就是这样子 然后更多更多的人 人可不可以看一看 中国跑在你前面的 把作业写好了 把步骤做好了 用自己的血肉 自己的牺牲跟意志 帮全世界已经做好 一个标准的SOP在那里 建方舱 隔离 封城 那个隔离是每一个人 自己在家里面 自己隔离 14亿人 就地隔离 然后中医 中药 所有的彻底的执行 照着做 就可以 挽救自己 这样子很难吗 可是台湾现在 居家检疫的人已经4万多了 累计居家检疫的人 总共是8万 可是这些人呢 台湾没有任何的 有效的手段 可以确保这些人 乖乖地待在家里面 不出来 照理讲 它是连大门都不能够出的 也不能够搭电梯的 可是我们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 没有办法 那你要不要集中检疫呢 不 就 民进党认为只有从武汉回来的台湾人 需要集中检疫 其他他并没有任何集中检疫的一个手段 这样子台湾该怎么办呢 会不会捕破网 境外输入 会不会成为压倒骆驼的那一根最大的稻草 今天哥们一起打拳的是董哥 董事生 大家好 前立法委员吴玉生 各位朋友平安 全球确诊已经46万多了 相比之下 大陆大概也就是8万多了 现在确诊是8万1285个例子 后面明星的你会看得到 大陆每一天都是境外输入多少 整个大陆的病例就是多少 整个大陆3月25日是67 境外输入就67 境外输入如果70几 那整个大陆就70几 所以你会看到说 其实大陆跟台湾一样 现在 现在唯一就是要紧盯 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境外输入是海啸般的涌过来 你如何把它咀嚼在第一线上 你阻断了不让它回到社区 回到省回到市 那全部就安全 这个过程可能要一直做 做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五个月 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但是没办法 你如果不做 你如果让这个境外回来的人 进到家里进到社区 进到各个地方爬爬哨到处走 那你就毁了 这就是台湾现在的状况 然后全世界是这样子 你看看 意大利 它的病例眼看着 立刻就会超过大陆的病例 已经到7万多了 但它死亡者是7千多 7千5百多人 但它的死亡率 为什么你会觉得 为什么那么高 第一 它老年人口居多 因为意大利人口老化很严重 第二个是 定义不一样 在意大利因为 现在几乎没有办法怎么样检测你了 已经没办法检测了 没有能力检测 也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救治的 也没有机会 也没有办法 有很多人就是 病逝一来 然后就死 所以那个医生在写诊断证明的时候 就是除非很确定 这个人是因为怎么样 而离开人世 不然的话 就假设 那你就是 你看起来像 你就是 根本连检测都不用检测 那美国是 不高不幸的被迫着 现在开始检测了 然后它上升的速度跟幅度是非常非常快 已经到六万多了 西班牙四万多 快马上就会到五万了 德国三万多 伊朗 这样已经下来 日本依然是检测 慢慢检 它是非 最后逼不得已 我才要检测 这是一个现在的状况 那日本呢 风川市 在二月四日的时候 捐了四千五百的口罩 给江苏省的吴席 然后还有那些防护衣 所以呢 日本现在 风川市的市长说 哎呀 我当初太天真了 好杀好天真了 把珍贵的口罩 捐给中国了 那所以他公开哦 公开向吴席喊话 如果你有剩的 还给我吧 因为日本现在买不到口罩了 吴席是立刻二话不说 你给我四千五百的口罩对不对 我现在给你五万个 五万个 这 这叫什么 这叫中国人的style 中国人的style 是这样子的 3月25日 蓬佩奥说 蓬佩奥是谁 他就是川普的 仰的那一支 专门在对着中国咆哮的 美国的国务卿 他竟然说 G7一致反对中国 借着疫情散布假消息 他说跟G7其他成员国外长都抱持一个相同的观点 每个国家都深刻的意识到 中国共产党正在从事假消息活动 试图扭转风向 使他偏离真实发生的情况 而且中国呢 一直以来 持续的透过社群媒体从事假消息的活动 并包括了 说美国签设 制造这个新冠肺炎散播 这是假消息啊 这真的是风话 G7是谁呢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跟日本 来 余舍修 对 我看到日本跟无锡这一段 我们要想到我们 闽南人 中国的闽南人 在台湾有一句很流行的话 叫吃人一口 抱人一斗 你给我4500个口罩 我还你5万 对 一口就叫一口饭 一口饭 那我还你一斗米 对 一斗米可以煮200口饭 没有错 那从目前这个分布趋势来看的话 我觉得尤其第一个 意大利死亡人数比中国大陆 已经更多了 两倍超过了 这凸显一个事情 就包含意大利 包含伊朗 包含西班牙 我们发现得病的人 跟政府的医疗手段 死亡率有成绝对正比 你看中国大陆8万多 它死了3000多人 你看现在意大利多少人 7万4 它死了7500多人 所以这代表着政府医疗手段的强弱 我们先不讨论政体 不讨论说是共产政体 跟民主政体 不讨论制度 制度 从医疗就医疗 从这种医疗手段 而且从这个统理也可以推估 为什么日本韩国 前一阵子非常严重 这阵子赶快才急刹车 我觉得也跟政府的医疗手段 跟铁碗政策有关系 那当然这个涉及到所有的 所以我常常讲说 台湾的防疫 有没有可能有破口 我说台湾的防疫可能有一个破口 叫做公民与道德 如果我们的公民与道德 没有办法谨守 像我们大学生来跑去 开趴趴趴趴照的话 那可能会失手 所以欧美这一次里面 当然要讨论是 他政府的医疗强度跟能量 可是要讨论的 也可能是欧美的文化 他们整个西方的文化 面对这种天灾 疫情的时候 他们基本的态度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也有绝对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日本跟韩国 跟中国跟我们台湾 比较接近整个亚洲的民族 黄种人 就所有的黄种人 里面我们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们比较有一种 不管是悲天悯人 或者是一切料题从框 玉题从严 很多东西 包含结合着严格的医疗的手段 跟政策来做 所以我最近 我今天来录影之前 我问过我疫症署的 疾病管制署的一个好朋友 内线 内线 他私下跟我讲 他说他担心 我说你担心什么 他说我担心我们中央防疫中心 目前是比较以 本土的很少 就一例 很高兴 但外来境外的人 因为欧美的情况 所以用这个东西 心态上是不平衡的 他的观点是说 疫情就是疫情 多一例跟多二十例 就算本土的就一例 外来二十例 你就是增加了二十一例 你整个情况要 料敌从关 欲敌同言 所以我觉得 我最近在看大陆 处理这个疫情 每天公布的数据 我发现不管是中南山 或者大陆的国家单位 他们在处理这个疫情的时候 他并不是说 我本土的没有归零 我就很灾难自起 我发现他的手段 还是很严 而且 之前你知不知道 我们最常去的上海 我上海现在有个朋友 在那个地方 现在上海全部都要进去 都要集中隔离 而且隔离 有的要自费 有的不用自费 好像按照他们每个 他有规定 有规定 有一套办法出来 厦门 上海 北京 都是主要是集中隔离 然后不能集中隔离 有特殊的状况 你居家隔离 但是在大陆 所谓的居家隔离 你的住宅一定有小区 有街道 每个人都盯你盯得牢牢的 不像台湾 还可以到处爬爬走 台湾 因为我本身过去在立凡 我是内政委员会 所以我对警政这一块 跟护政这一块 我非常显手 我过去检查了一下 我们最近的居家隔离 基本上是管区警察 跟里长的系统有交叉 可是都是一种行政指导 行政劝导 对啊 请你不要乱跑 对啊 请你是怎么样 拜托你啊 拜托你啊 所以他说他老婆出去晒衣服 连晒衣服都不行吗 那警察就算了 里长就算了 他有遛狗的啊 对 去楼下超商买包烟 买包烟的啦 所以 然后买便当的 他都觉得我有权利 我要吃饭啊 所以我在对比这个东西 就是说 我们原来台湾对武汉是极其严苛 极其不尽人道 极其残酷 对不对 我们对武汉 对中国大学回来的台湾同胞 可是对欧美的这一块 对日本等等 我们不是讲过吗 一个跑去日本玩的年轻人 因为偷跑去 就回来之后 传染给他们的同事 跟整个同楼层的人吗 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没有对日本采取重演 所以根本都没有 都把它做一级二级 所以没有宣布它三级 对美国 对日本 对欧洲 所以我今天用同样的标准 就是说 如果境外的增加 中国大陆也是 或者台湾也是 人家中国大陆现在 我们要看中国大陆 不能只看中国大陆 如何延防 它本土感染增加 看中国大陆现在 目前如何让境外过来 他的重演的方法 到底是什么 所以之前 你有没有 我刚刚忘了 先请教董哥 川普昨天说 他要请教文在寅 向文在寅 这个请求方法 如果我们台湾是那么厉害 如果苏贞昌是那么骄傲 如果我们的陈时中 是那么顺时中 防疫能量那么强 为什么川普 这不是跟台湾很好 对他民党很好 为什么川普不讲说 他要对台湾 请台湾交 他刚才说 我想蔡英文 这东西交 没有啊 这是我发誓内心 我没有看不起民进党 我只要说 如果我们的防疫这段时间 真的做那么好 好到都没有任何的 都不能批评 批评都被骂的情况之下 那我要问了这个东西 所以从这地方 我们要开始去思考 不要质疑说 本土感染很少 既然都只是境外来得多 我们就觉得 我们的防疫很成功 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就是看不起民进党 你比较客气 你没有要看不起民进党 我就是看不起 因为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你就是你从头到尾 你就是践踏大陆 就是有这件事 刚开始因为台湾非常运气 非常好的事 我们都经历过SARS 所以台湾人 第一时间就非常警觉 第一时间就开始抢口罩 开始人人把口罩戴出来 开始在暗电D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用卫生纸在 大家都非常警觉了 那当然民进党在第一时间 也是对大陆非常的严苛 严苛到一个没有人性的地步 然后呢 同时纵放了日本 美国 你看到最近所有的 八成以上的感染 都是跟大陆没有关系的 你说扣掉本土 真正跟大陆有关系的 其实非常少数 绝大多数的案例都是欧美日中东 那都是他不设防的 然后呢人家 你不设防 你不警告 你等于你是用公权力告诉台湾人说 那个是安全的啊 可以去啊 然后机票又在降啊 团费在降啊 所以当然台湾人就纷纷去 去了回来就中标 去大阪回来中标 去北海道回来中标 去京都回来中标 去哪东中标 然后我们现在看纽约 纽约现在已经严重到那个程度了 可是他没有在三月的时候 把美国列为第三级 他是到三月十九号 才把美国列为第三级 欧洲更是这样子 对啊 所以你在疫情里面 你看到了什么叫人性啊 最近有人在讲 张上纯的儿子到美国 张上纯应该下台 你知道丽莹的名嘴怎么辩护吗 嗯 他都黄伟哲的妹妹黄志贤 每天搞统一我们都没有叫黄伟哲下台了 怎么可以牵扯 一个成年人他该为自己负责 对啊 那为什么韩国瑜要替他老丈人的沙石也负责呢 何况你们去挖他的 那块地也没有发现重金属 38个洞 唯一一个洞有重金属 那个有重金属的地方是国产级的 等一下 董哥 这样的逻辑的意思是说 我每天在台湾讲统一是杀人放火 是 是坐监犯科了 所以说你看 黄志贤每天在台湾讲统一坐监犯科 我们都没有叫黄伟哲负责 这什么玩意儿啊 是啊 所以人力独老就茬嘛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力盈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台湾掌握多数媒体 八九成 网路 他们可以掌握九成五以上 对 所以他每天造神 哇 陈时中多厉害 那 在台湾照一照还不够瘾 他到国外 像益生过去当过新闻处长 我长期当记者 我们到国外 找几家媒体帮忙写 台湾都啊 哇 访问陈时中哇 都了不起 然后再把他转内销 哇 你看 连德国的媒体都这样讲 连日本的媒体都讲 哇 阿中部长多厉害 那多厉害 为什么川普不打电话给他 为什么哈侯医学院的院长 不打电话给他 而是打电话给钟南山 对啊 对不对 哈侯医学院院长 美国一流大学 最 的翘楚吧 他跟钟南山是英文交谈 非常流利 那个网页大家也都看得到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川普不打给蔡英文 并不是蔡英文英文差 或者蔡英文博士是假的 不是 而是台湾这些吹牛东西 在国际上 等于说经不起别人一看就知道 现在全世界最有经验的防疫的 绝对是中国大陆 大家看着 美国接下来 确诊人数已经全国最高 死亡率一定是全世界第一 一定都拿到两个第一 我跟你保证 就是确诊是数最最高的 是死亡数也会最高 为什么 因为他太亲乎嘛 他太亲乎 死亡数不会是意大利是最高吗 是接下来 接下来 他现在急起直追啊 但是现在意大利最高 第二是西班牙 第三是中国大陆 就是现在的税息已经不一样了 但是因为现在还在发生啊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些人 他们都用 台湾这些人用政治 在防疫 那他比较幸运 比较幸运是什么 因为第一波的疫情 从中国大陆发生 他不是起源地 但是他是最发生的地方 他可能被别人的地方感染 那我们呢 我们因为蔡振鲁对于中国大陆一向 非常刻薄非常严苛 所以他开始把中国大陆 这些疯了那些疯了 甚至你 来这边的观伐客 通通七处出境赶回去 然后 因为第一波 全世界的疫情重点在中国大陆 所以他就觉得 哇你看我都成功啊 你看我就 只有这样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第二波 是从海外回来的 海外回来就每天 两位数在报再报 那现在你就可以看到 现在镇鲁变成方的手脚 为什么 他又不敢讲 那这个是完全的政治考虑 所以我们看海外有些回不来的人 他们去 到处去求援 有的地方就被封闭了 譬如说摩洛哥 摩洛哥 中国大陆的使馆跟台湾的游客奖 你们也可以来我们这边我们帮你 我们外交部长 他你跟讲有没有人性 他说那中国大陆在搞统战了 我们会怎么样怎么样 就把人家骂一顿 我帮你也不行啊 所以刚刚义生在讲说 我们回报 吃人一口 保人一道 这是闽南话里面的 就是说我们无需 就是给日本给他五万个 那这个就吃人一口 大陆的精神 但是在民进党政府他没有人性 他是全部用政治来跟你考量 你对我好你一定有意图了 我对你不好又开始痛骂 到底你要他怎么做 他对你好也不行 对你不好也不行 永远解释前在民进党政府 他这一套在台湾是很有用的 他到处丑话人 丑话国民党 丑话共产党 丑话没有讲他好话的媒体 每天在丑话我很奇怪 是啊 是啊 所以他用这个 在台湾是有用的 我的名字叫做韦哲妹啊 是啊 然后每次就是说 我在台湾我不能够支持统一 然后 陈时中 比如说 谁对谁错 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 为什么呢 因为 就很好笑 陈时中 他 口罩 叫我们每个人到超市去排队 到超商排队 那所以我就建议说 你就用健保卡管制 然后呢在药局卖 然后你这样就不会让有些人重复购买 当然更好是有里长发 但是我料准了 他的量不够 他绝对不会 用里长发 你的数量就曝光了嘛 他要UNCOM很多口罩 所以你就用健保局 那我把我这个建议写在我的脸书的时候 1450台独就跑过来骂我 来洗板了 说啊 你这脑残啊 滚回 滚回你的中国去 韦哲妹 洗洗碎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好 结果第三天 陈时中 采用了 我的这个做法以后 然后 同样一批的人又跑到陈时中那边去 哇 好棒棒啊 阿中部长你真是英明啊 台湾就靠你 就一样的事情我讲了 然后 我提了就是不对了 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子啊 包括 边境要封锁 赶快要封锁 我讲了一个多月 每次我讲他们就说 哎 台湾疫情这样子 阿中已经做得很好了 哎 那个 黄叉贤 你就不能够闭上你的臭嘴吗 什么什么样 然后等到 陈时中封闭边境了 然后他们又跑去鼓掌 哇 这样子让我们好安心哦 所以就是 本来就这样啊 对啊 其实 你看留言板太认真了 我平常不看那些小畜生在下面讲的东西 因为太累了 因为你都 你会都在笑场 你知道吗 说这些人 有时候 人一毒脑就残 有时候压力过 工作压力大的时候 就看看那些留言笑一笑 因为 满解气 满好笑的 是啊 但是 看他们脑残的程度在哪里 是哪一条神经线接错的 这样 是 那因为这些人在网路在 很多聊天室留言板里面 弄这个其实很多都是带风向 那 因为民党他拥有 拥有 多数的媒体在挺他 他可以一路造神 造了这么多神 然后 再到国外造神 然后让好像自己很有很大的成果 那现在台湾了 这第二波海外回来了 你可以看到 他其实越来越险境 那我们现在 譬如 以我们自己来讲 我现在到电视台 或到哪里去录影 第一个先车量 看你 你如果温度够高就不能进去 其实现在是越来越严 你就知道说 现在台湾的情况 不是民进党所讲那么乐观 这个可怕的事情是 像新冠肺炎 他其实早期如果感染的人 他是没有症状的 可是在没有症状的时候 他可能到第四天第五天开始有症状 可是之前他就已经有传染力了 然后还有很多人他是 一直到他 他痊愈为止 这个人从头到尾没有什么症状 但他有传染力 所以这是让人捉摸不定的事情 可是更捉摸不定的是 民进党 我觉得他现在有点 已经有点半放弃的状态 就是对于从日本 美国 欧洲 全世界回来 或进入台湾的人 因为现在人数 这些人 还需要隔离14天的这些人 现在已经将近5万人 小小的台湾有5万人 然后呢 在香港 你是一进海关 你就有一个健康手环 不 你要14天买以后才能够有有关 但我把你除下来 你不能够除下来 但是在台湾没有 你身上没有任何记录 你就是给你一张纸 你说回家 然后里长到第三天会打电话给你 打你的手机给你 好 那你呢 他们说要有那个 手机的那个电子围离监控你的方法 但你只要手机放在家里 那就没有关系啊 所以没有任何办法 你现在要出动里长 出动警察 然后警察到处去领检 因为你 你不把这个4万多人集中隔离 结果你就搞到 很多娱乐场所 很多夜店 要干脆政府逼着他们停止营业 因为你让这些人到处去 然后你就是 你这个要停止营业 这个停止营业 不让他们去 所以最后就是因业费时 难道会不会搞到最后 台湾要封城吗 来看看 现在要正在检疫的民众 有四万六千多人 然后居家隔离的有两千一百多人 合起来就四万八千多人 马上就是五万人 他说哎怎么样 你跑出去五个小时 我罚你十万块 那有什么用 我们来看所有的很多的例子 这只是少数的 看到的例子而已 高雄一个留学生从海外回来 然后呢他要居家检疫14天 结果他说好啊 那我不出去啊 我叫朋友来 陪我轰趴 结果是他那个大楼的管委会吓死了 看到很多人 然后警察都去了 结果发现法条没有办法罚他 因为法条里面没有写说 他不能够找人进去 所以他在家里面他朋友进去 所以请问一下陈时中 请问一下民进党 你们这个法条是不是有病 这个人不出来人家可以进去 他不是一样吗 然后他也可以辩解啊 我居家检疫啊 居家检疫没有说禁止家人出门 所以台湾现在居家检疫跟大陆不一样 大陆如果居家检疫 你家里有别人 你的家人也不能出门 你这样才能够锻炼嘛 可是台湾是这样 你居家检疫就算你很乖 你的家人跟你接触 偶尔也会有碰到你的病毒的时候 因为你们生活在一个家庭里面 可是你的家人可以出去买菜 出去打麻将 出去到处做任何正常事 然后又回来 那不是破口吗 好 然后所以他可以解释说 我的朋友就是我的家人 所以你拿怎么办 这个都已经发生了 从香港回来高雄的 连续两天外出 买早餐啊 买药啊 这都还只是被发现的 台北市在中校东路夜店 找到一个居家检疫的人 他去夜店玩呢 那为什么 他手机放家里啊 所以你是靠零检查他身份证 一登陆发现 哦他应该要居家检疫 那来不及啊 他已经跑到夜店去玩啊 然后另外还有 在高雄古山区居家检疫 结果呢 他自己开车 北上找朋友 在高速公路上面 是一位超速 然后刚好拦到警察一看 哦你要居家检疫 警察还连退三步 然后 新北市如州 一个居家检疫的妇人 被拦查 然后呢 结果 她怎么被拦查 她是骑个摩托车 骑啊骑啊骑啊 然后不随手交通规则 然后警察嗶嗶 给我下来 下来以后 查驾照 一看啊啊啊啊啊 也是吓死了 然后 是这样 都是这样无意中发现的 结果发现她是跑到 她说家里没有人啊 我要出去 买炒面啊 我要买便当啊 那 那怎么办 所以你这些漏洞 你如果没有刚好查到 她就出去 她到底有没有出去 我们根本不知道 还有两名留学生回到高 回到花莲 高调 在 脸书上面 拍照 发动态 说我出去 这家店啊 打卡 登登 打卡 这家店的 鹅啊尖好好吃哦 结果害得这个鹅啊尖 要消毒 要干嘛 这个都只是看到的 然后你说要开罚多少钱 又怎么样呢 那如果这些人每一个人牵扯出去的造成这么多的 在社区里面的交叉感染怎么样的话 到最后会不会害台湾本来可以不要封城 会不会害的必须要封城 我这样讲因为每一个人住的大楼里面 按照平均很可能都有一个或两个人 是从海外回来要检疫的 但是你不会知道 那怎么办 我们要讲说这个冠状病毒的流行 跟人口密度成正比 对 人口密度越高的 它的可能性越高 之前你知道吗 我们中华民国 300多个乡镇里面 人口密度最高的是哪一个 你晓不晓得 董哥一定知道 最高的是永和 永和不到六平方公里 几十万人口 所以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之前刚刚举那么多例子 请问 如果这些例子全部都是从大陆回来 都被集中管理14天 会有这个情况吗 不会 零 不会有这个情况 因为这些人不是从大陆回来的 他们是去土耳其 去荷兰 去希腊 去美国 去英国 去法国 去什么地方玩 去瑞士 回来的 所以因此呢就给他重宽处理 居家检疫 居家检疫 我刚用了一个 意思就是我不管你啊 对 我刚用了一个行政法的字眼 叫行政指导 他就只是一种行政建议 就是你刚刚所讲 他没有任何强迫性 所以警察对他其实乌可奈何 他开罚单 他只是开罚 那等到 罚单是罚钱的意思是什么 等到被他抓到的时候 他说他开罚 那我请问你 那你为什么不前面就用行政管理的手段 来处理他呢 我们不要讲说学习大陆 至少中国大陆处理方式的话 他是有凭有据 有法可依嘛 所以你之前 不是让你通过特别条例吗 对啊 特别条例给你第七条 不是有很宽的权利吗 那你为什么不好好用呢 而且对啊 武汉回来台湾人 你就是集中检疫 集中检疫 那证明有效啊 有效啊 如果只觉得说 你看我们好棒 对中国大陆这么严 那你这个逻辑就应该一以贯极 没有错 所以我才讲说 今天要防疫要重严的前提之下 你看我们武汉 第二个包机 361个已经结束14天了 大家都出来了 都出来了 高高兴兴没有问题啊 大家没有心理压力啊 但是这样一个结果就变成 就是说 因为防疫中心本身的消极作为 让我们国家付出 重大的经济成本 跟社会成本 跟人事成本 在做一些不确定的风险 你在后面一直补破网 你把4万多个人洒出去 没有错 然后你一直跟在后面 你要去盯 而且你想想看 这些所有要居家检疫的 将近5万个人里面 里面会有多少比例 他后来会确诊 等到后来10天以后 发现他确诊 你又要回头去捞 去捞 捞出他 他这14天 他的垃圾流到哪里去 然后呢 他如果买 买Uber Eats 他如果 Food Panda 送餐的人给他 他是不是也要找钱 行动轨迹太复杂了 对 那你为什么不把 不征收现在台湾的旅馆 现在生意这么差 几乎没有生意 很多都要倒了 你干脆征收 每个县市 每个区 征收了酒店旅馆 然后把居家检疫的人 集中放在那里 你就很好监控 很好管理 你又不用怕他爬 他跑不出去 而且这里面 不能吗 对 而且这里面有个极端的例子 刚刚之前刚好没有提到 我特别提一下 有从欧美回来的 义男 回国之后 就根据报道就入伍了 入伍了之后呢 一直到入伍专车上 那个随行官一问 说有旅游史的举手 马上发现 马上下车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应该要去 家隔离14天的 结果他接到征兵令 他要去当兵 他就入伍了 入伍的时候 我们没有任何的机制 所以在这里面 各位 这里面要负责任的是 议政署 警政署 国防部 全部都有责任 那最重要的责任就是 防疫中心 陈时中 总指挥官 因为你 你的基本的入口 进来的四五万人 你采取的是一个重宽嘛 结果就造成 社会的代价 跟不确定风险 就越来越高 所以最近有一件事情 台北市跟新北市 做法不一样 还引起一点小小的争议 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侯友余就发现到 这个人数越来越多 侯友余就决定 而且年轻人口很多 她都决定把新北市的运动中心 全部暂时关闭 全关 然后人家去问台北市副市长 黄珊珊 黄珊珊消遣 消遣侯友余说 那这样的话市民要去运动 怎么办 那从我的观点来讲 我支持侯友余 你本来就应该要关 台北市到目前为止 12个区的12个运动中心都没有关 那我问 如果这四万多人里面 而且这四万多人大量的比例都住在都会地区 以双北跟台中跟高雄四个城市为主 台南还少了 他们要统计出来一个比例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积极如玉令 拜托拜托防疫中心 你赶快出台一点新的政策好不好 针对这四万多个 你赶快再来从原来办理 或者加一个行政命令 马上去做即可的要求 做急速的要求 其实你整个的SOP来讲 你到底是 比如说你到底是把这四万多人 每个班机 都是从坐飞机回来的嘛 每个班机回来 回来就比照武汉嘛 你就大巴士载着 然后就到一个酒店放下来 你一个酒店一百多个房间 你可能就这样放放放 然后你就集中监控 这样就好了 还是你把这四万六千人 洒到整个台湾去 然后呢再用文书往来 里长不是当天立刻打电话 他是第三天开始打电话 关心你 而且里长也没有强制力 他也只能关心你 你到底在不在家 他也不知道 你就算接他电话 你有没有下楼 他也不知道 然后管区平常抓小偷 抓刑事犯 其实都已经很忙了 台湾的警察警力 本来就严重不足了 不足了 我现在还要抽掉 所有重要的警力 我要去管 我的管区里面 有哪些人 他随时有没有往外面跑 有没有跑去买 买什么东西 不可能 我们正常人想 就是一定有漏网之鱼 而且那个漏洞会很大 然后这一批 从海外回来都是出去旅游的 然后很多是留学生 他们我告诉你 他们是坐不住的 你把一个正常人 放在家里面14天 你靠我的意志力 我的意志力 我绝对不出去 怎么可能吗 你不要考验人性 你就是把它全部都集中管理 是不是 如果今天我话讲完 这4万多人全部都集中管理 而且以后回来台湾人 全部都集中管理了 是不是整个台湾的社会 全部都松一口气 因为我们知道说 我们社区里面是干净的 是没有的 没有外来 所有外来都是 确定干净了 才进来社区 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呀 可是他们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不做 又眼睁睁看着台湾所有的旅馆 所有的旅馆 全部都是完全没有生意 而不愿意这样子做 一见二顾的事情 因为蔡政府一直用政治在防疫 那我刚刚在上一段讲了 就是说 他上一阵 等于说第一波是中国大陆 他觉得说你看我很成功 那现在 问题就来了 第二波 我跟你保证 这些留学生 你要看他年纪的话 他们其实就是过去太阳化那批人 就是同年纪的那批人 那你今天看 就是他们 你刚刚看那么多人 有好几例都是被警察拦截到 像我去摩托车 医生开车 我们大概一百次才会被警察拦 拦来问一下 那这些人是因为违规 那违规那 表示什么 表示说 这样的机会 其实是被警察拦到的机会很少 表示什么 你拦到不到 黑数更多 不到百分之一 黑数更多 没有被拦到的 没被拦到一堆 你只要没有违规 你就没有被拦到 你就在爱店 happy了 就一堆这样 所以他的那种黑数 多到你已经皇不胜皇 为什么 因为欧美回来的年轻人积多 你看我们现在每天公布的 陈时中说 20到60岁 我跟他看一下 60岁只有一个 其他都20到30岁 他公布 那是话术 他话术 他讲话话术 他故意的 他为什么故意这样讲 对啊 我看他昨天公布19个 真的 只有一个60岁 其他全部是20 30岁 那明明主力就是20到30岁 因为这一波回来很多是留学生 还有工作的会干嘛 是 那因为 因为他说不出口 所以这个人 他不想得罪年轻人 他不想得罪年轻人 但是你看喔 就是说 这些 因为都是自己本身有问题的 譬如说 你来开放发炒到年轻人机才去报警 不然谁会知道 对不对 就不会知道警察上门说 他太炒了 原来你是有 就是每一个都是自己有问题 才被找到 那你出来很多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没有违法 可是他有感染力啊 那所以你今天看到的情况 就发现说 民进党政府的防疫 是一个政治防疫 因为他现在 等于说 所有的空门大开 那 完全黄不胜完 因为病毒是看不到的啊 那他过去认为说 我跟世界 尤其跟美国 这样一唱一和 然后我就可以 获得多少掌声 然后很多年轻人就顶他 那顶他就好像 他的身旺不错 您刚刚讲到 机械文 机械文 其实我刚刚看一个新闻 蓬佩奥讲 蓬佩奥讲什么 各国都反对中国 疫情的散播不实 嗯 德国的明镜 周刊 嗯 德国也是机械文之一啊 对 那他有报导 我们的 我们的 封传媒刚刚把他报导 这些人跟蓬佩奥讲话 蓬佩奥自己出来转述啊 人家是不认账的 人家否认了 人家否认了 大家看这个标题 就你自己 你蓬佩奥你跟川普一样 就是 只会收谎嘛 你会收谎出来 他摘账给 说我们机械文都是共同意见 机械文现在是 我们连共同声明都不发 你要讲是讲你的 你只代表你个人 蓬佩奥根本就是 川普的走狗 是 他本来就是个军火商 然后 他要求机械文说 我们共同来用中国病毒 没有人理他 谁理他啊 他自己出来 我讲喔 民进党政府 常认为说 对他有利的 然后去抓一些国外的新闻 尤其民进党现在掌握 非常多的公营的媒体 他们每天都在到处找 因为我们认识嘛 对 他们到处找 有没有对我们有利的 我们赶快把它拿出来 做大 那些媒体 这些公营的媒体 一做了以后 那些亲民进党的 那些台独媒体 就开始 一直转载 前世间都讲台湾多好 每天在吹牛 就吹牛自己很好 然后大陆的真正在做的 内容的事情 把它封掉 不让台湾人看到 然后呢 每天继续在罵大陆 就是 这种 这种很简单的操作手法 我们都知道 所以郁真兄想请教一下 您 从1月23日 武汉封城到现在 我们观察 大陆 他究竟做对了什么 中国模式 是什么 然后一路这样坚韧的 坚守着 一开始 在1月23号 断然的封城 之前没有过 那所有全世界 包括台独 当时都是在指责 武汉封城 说他不人道 然后说他集权 什么 我们第一时间 我们就支持 叶问是第一时间 就支持封城的 然后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 封城是对的 帮大陆争取时间 帮全世界争取了50天的时间 封城 然后隔离 建方舱 然后所有这些事情 你看大陆 中国模式 对在什么地方 可以现在眼看着抗议 胜利在望 我的感觉 第一个就是当机立断 就算前面武汉的当地官员 有所遗漏 有所眼扛 但是当整个北京当地 发现情况严重的情况之下 他马上就当机立断 做出一个 一千多万人口的武汉封城的举措 甚至后来逐步扩大到湖北 到其他的省 到上海 到北京登彪 这第一个 我认为他的当机立断 是最 让我觉得看到他的一以贯制的动作 第二个 我觉得他成功的在政府跟人民之间 取得一个精神上 跟物质上的沟通跟对话 因为大陆是一个很封闭的国家 制度跟我们不一样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发现逐步逐步 基本上他对小区 到社区 到城市 到街道 到这个次级乡镇 二级三级城市 基本上逐步逐步 我从WeChat 从网路上都发现到 人民之间 逐步的很支持政府这个作为 非常的支持 然后再来第三个 让人民觉得 政府有在帮助我 所以你会发现到各省 当时还不是批评到 有些其他省份进去的护士 都要把头还理光 我们还批评他嘛 对不对 可是各省的力量全部进去啊 各省大陆各省力量 全部到武汉去帮助的情况之下 集中各省力量来帮助一个 湖北跟武汉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是他整个的医疗 跟整个行政的举措 快速的让紧急应变的疫情 把它锁在武汉或锁在湖北 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 大陆是最正确的 在第四个 我认为大陆基本上 从那个阶段开始 跟全世界的 世卫单位的沟通 外国的沟通 就没有做任何的隔阂了 你看中南山出来讲话的 基本的动作 所以在网路上 在讲美国的中南山 中南山美国有一个专家 被川普封口 川普讲话的时候 在旁边做出很不以为然的样子 可是请问中南山院士 在这段时间 从出来到现在 什么阶段什么时候 他出来讲的话 不仅代表中国 不仅代表官方 他都能够讲出 符合医疗专业的话 但是他也没有做宣传 他也没有欺骗我们 他从医疗专业的观点 所以我觉得大陆 到目前为止的这个举措 然后再来 当全世界各国开始 变成大陆变成出国转内销 大陆的内部封住 可是全世界 意大利 伊朗 整个日本 韩国 美国 德国 欧洲 都在增加严重的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 大陆马上去做积极的协助 所以我们看到 大陆能够的话 就开始帮助他们 那当然 这个涉及到国际外交的关系 跟大陆关系比较好的 他当然会优先去帮助嘛 所以我现在就看得到 大陆去了好几个国家 基本上 帮助到当地国的人民 内心有所感动 所以会真心的感谢大陆 所以中国人到那个地方去的话 买什么东西都不要钱 那当然这是后话 我的意思就是说 大陆在处理这事情的时候 已经清楚的知道 这个跟种族国籍无关 这是人类共同的灾难 不管这个 这个新冠病毒出来 原始是从美国的陆军的军官 女性军官 或者是从武汉出来 或者是从华南海鲜市场出来 不管 在整个真相没有理清之前 我大陆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全部是一视同仁 共同来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大陆的整个防疫的系统里面 还有我最喜欢的就是 把中医的力量 又把它进去到一个位阶 记不记得之前我在节目里面 请教过你说 为什么大陆不开出一些 中医的药方 庙方 你不是告诉我说 中医治疗 每个方式都不一样吗 目前目前有七八个方式 但是中南山 现在确定了一个方式 确定一个方式 对武汉病毒的压制 是有帮助的 直接 对 我必须要讲 中南山 他只确认了一个 一个 其实真正 已经证实有效的 最起码 在大陆 在这一次的疫情上面 起码有七个方式 中南山团队 他自己证实的 其中的一个 这个而已 那不代表其他的方式 是没有用的 对 就是这样 所以我说把它结束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大陆在处理 这个事情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它循序渐进 然后它保持紧急 然后它保持一个 整体的一个综合 宏观的一个观点 然后建局礼局 它不会说的是一套 做的是一套 然后它的每个动作本身 我认为它是一个 有效的运用 所以到目前为止 中国大陆的情况 已经很稳定 你要 要晓得 我们把大陆跟美国 跟欧洲跟日本 跟这些所谓 G7的这些国家来比 大陆在12月开始 出现有这个病例上报 然后中间有在求证 到底会不会人传人 到底是不是有限人传人 要知道这是第一次 不知道 然后你有官员 有卫生专业的人 这种专业工作者 跟地方的官僚 这种训练是不一样的 然后当时要过年 等到1月份的时候 然后之后 我们都看到了 大陆所做的事情 可是 G7他们在干嘛呢 来听听看 日本副首相 麻生太郎 他 偷偷地告诉了全世界 G7的那些白种人们 当时 可是认为 新冠肺炎啊 是你们黄种人的事情 干我们什么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 到现在为止 这么严重 我没有幸灾乐祸 我觉得哀伤的是 任何时候人都会被自己的偏见 所遗害 描き出すこと 所以 董哥 中国的模式 在碰到一个新的 新的这么大的瘟疫 然后 前面一小部分的延误了 然后后来 123封城 后面所有的每个事情 在这么快的时间里 不到两个月 保住了14亿人的生命安全 然后尽心尽力救治每一个人 当他封城武汉的时候 他并不是把武汉 弃之不顾 是所有全国的力量 进去帮助武汉 解放军 开进武汉的时候 排毒跟全世界都在嘲笑 你看你集权 解放军都进去 你知道杀人吗 现在美国国防 国民兵也开进去了 然后呢 欧洲 英国 西班牙 美国 各个地方这些百种人的国家 英国的查尔斯王子 他也感染了新冠肺炎 英国 西班牙副首相 西班牙副首相 也证实感染了新冠肺炎 这些人 美国总统川普 他致电给文在寅 请求支援 翻查尼斯王子 今回他们在后面 在旁边看着中国 已经在前面 这两个月的时间 中国做了什么事情 他们不能够照做吗 为什么效果这么差 因為第一個他認為這種病就是房東人 就是中國人會得 因為你們吃野生動物 你們比較不衛生 那就用這種偏見來看待疫情 那不曉得其實病毒 因為病毒比西進還小 他要感染的不分人種 不分膚色 不分宗教 不分性別 病毒碰到了活體的人 他就會感染 就會傳播 就這麼回事 那今天這些人 當中國大陸在防疫的時候 很多當然是冷凍熱潮 這兩天路透社一直在攻擊川普一件事情 說川普一上任 把在中國大陸的那些防疫人員 撤退了三分之二 都撤了 包括很多跟這個有關的組織 通通把他免職了 那現在川普又開始罵 中國大陸沒有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知道 去年的12月31號 中國大陸就跟WHO報了 就說我們現在有一個很情況不明的一個肺炎 不曉得是怎麼樣 1月3號就跟美國講了 那其實美國也置之不理 川普那時候到 到三個禮拜前好了 他還在講 哎呀 說我們美國有多少疫情 那都是騙局啦 川普還要講騙局 這個你可以看到 這麼多人生病 他說是騙局啦 對 那有的人在想說 這是他在隱瞞疫情還是別人在隱瞞疫情 也有人在想說 你看我們這一波 死那麼多人跟流感跟怎麼樣 川普還講一句話更好玩 他說有死那麼多人嗎 為什麼沒有一個我認識的 這是川普講的 川普跟蓬佩歐就是一張嘴 你就知道他準備要說謊 但是疫情你看到全世界這麼嚴重 中國大陸是最有經驗的 那他其實現在很多國家 就跟他求援 他可以提供非常多的協助 包括他的生產的口罩 或黃無瑜這些東西 他現在都可以供應出去了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的人力跟經驗 因為說穿了 就是17年前的SARS 就是兩岸包括港澳的中國人都遇到了一個非常慘烈的情況 那時候我在當記者 醫生兄在台北市政府當發言人 因為每天要開好幾次記者會 那隨時有新的信息要跟記者講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 我們不敢說並肩打過仗啦 因為我們沒有進到和平醫院現場 但是因為那個構成我們自己都非常清楚 那時候那種慘烈的情況 其實在人心裡面大家都知道害怕 只有哪些人不知道害怕 就是出國的這些二十幾歲的 太陽花世代 太陽花世代的 所以他們出來 我到夜店 你不給我出去 我找人來開風趴 對不對 就完全是這批人 就太陽花世代 他們不知道 17年前你把時間倒回去 可是你只要三四十歲以上的 五六十歲以上 我們一定要多慎重 因為我們知道 你呼吸就可能感染 你怎麼會不怕 SARS那次太恐怖了 我們都會記得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就會 口罩就趕快翻出來了 所以這次台灣的成功 最要感謝是17年前的SARS 我老實講 就是這樣 讓每個人的景點性高得不得了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一個疫情它隨時在變化 譬如說疫情一開始 我們大家都知道有一個訊息 每個媒體都講過 在老年人比較會感染 年輕比較不會 對不對 現在回來都年輕了 就不一樣 就疫情它是有一個變化 我們開始表示 全世界的任何人判斷都錯誤 因為開始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開始我們認為說 這個就是感冒或怎麼樣 那等病狀了以後 才去看病 所以那時候死亡率高 死亡率最高就是老年人 因為他本身有很多慢性病 所以就誤判了 老年人比較會感染 其實不分 因為病毒就是病毒管你老的 年輕的 只是年輕人可能病的時候沒有感覺那麼嚴重 因為他身體好一點 抵抗力強一點 就這樣而已 但是病毒就是病毒啊 所以你用這樣來解讀的話 就可以發現說 中國大陸為什麼成功 因為我願意負責的把湖北 把武漢把它封起來 死就是死我們啊 我們不要讓他出去感染 這個就是一個氣魄嘛 那你們很多幫我的人 我現在好一點了 我來支持你們 這個就是中國人的 過去的 吃人一口 捕人一道的胸懷嘛 所以我講 你從疫情裡面看到了多少人性 而且看到每個國家的特性 那什麼叫做人性 然後什麼叫做爺疑 或什麼叫看不起 什麼叫做偏見 你在疫情裡面 通通看得到 那看到了以後 我們又學到什麼呢 再看大陸 它之所以可以成功 其實幾幾乎乎可以說是成功了 只要能夠堵住這個倒灌回去的 輸入型的病例以外就好了 但是有沒有制度的優勢呢 肯定有 因為所謂的民主選出來的 一人一票選出來的 定期改選的這個執政的人呢 他就是一個政客 我當選以後我想的是什麼 我就是想我要連任 那我能夠當選 是我選舉的時候 我花了多少錢 我去買廣告 然後我花了多少錢 我去弄我的選民什麼 我這個人 我搞的就這個事情啊 然後我要來選舉 我要弄的就這些 然後我想的事情是 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今天做 我明天就要曝光 我明天做 我最好早上做 我下午要曝光 我要得好處 所以但大陸 大陸的執政的人 他想的事情 當他在執政的時候 我想的是 今年的政績是什麼 明年是什麼 五年後 國家要往哪裡去 然後人民 江蘇也是我的心頭肉啊 內蒙也是我的心頭肉啊 所以才能夠做到全國一盤棋 然後才能夠 我沒有分啊 你不會說 各種各種人本來都有我自我的意識 我江蘇人比較愛江蘇嘛 廣東人比較愛廣東嘛 那你如何能夠讓一方有難 八方都去幫忙呢 這是違反民主選舉的 民主選舉 台北市長管你新北市啊 那你台南市長也不會去管高雄市啊 那個人都是搞自己的 所以你資源沒有辦法 互通有無 所以這是制度的優勢 第二個是 他可以很緊急的 人大馬上就通過了緊急的法律 可以徵用民間的很多東西 他可以很快的速度可以蓋方艙醫院 他可以很快的速度 就說我封城 就徹底的封了 那我不會有一大堆的漏洞 然後我可以每個小區每個小區把人管控住 然後他有很多的APP 立刻馬上就開發出來 就丟出來 人民就下載了 他們現在連以前是 現在是搭高鐵實名制 現在是搭地鐵也實名制 搭公車都實名制掃碼 所以誰傳給誰 那個傳播的路径很清楚 可是不同的體制就沒辦法 還有一個是 我們中國人的民族性 我們中國人的民族性沒有那麼個人主義 你會看到說 有少數的人他怎麼樣 可是很多人會覺得 我不能夠壞的規矩 中國人跟中國人相處有個規矩 大家都戴口罩 一月二三日 我人在南京的時候 一月二三喔 我人在南京 就已經 我自己戴口罩 滿街已經沒有情人了 然後進出酒店 就是量體溫 那台北還是很鬆散啊 所以你不要講 你沒有看到 你根本不知道大陸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怎麼有辦法 一二三 武漢封城喔 一二三 同一天 傍晚我到了南京 整個南京就已經是 立刻就已經是 馬上就行動起來了 為什麼能夠那麼快 為什麼可以這麼徹底 這就是中國式的速度